岛屿 志同道合的人才会欣赏同一道风景 三观有契合点的人才会选择欣赏彼此 试问 王一博最近可会好事将近 没错 每次好事将近必然经历一番血雨腥风的撕扯 相信对于喜欢王一博的人早就习以为常了 也许刚开始我们总是不明白为何他总会卷入是非之中 如今越发明白一切都是借此机会蹭热度 别说粉丝有些佛系了 其实每次好事将近必然忙到昏天黑地 各种大饼都需要在宣布好事之前热上一热 多次操作下来之后就无关痛痒了 我们只期许好事的到来 首先好事之一风起洛阳官宣了 我们的百里红艺终于有了官宣照片了 官宣之前什么范围之争闹得可谓是沸沸扬扬 看得出来让人心情不爽 孩子年少被各种暗头内涵 无奈 这下好了官宣给你了一个明确答复 少来撕扯 双男足戏 别扯翻味了 卖相多难看 这部剧是良心制作 画质感十足 对于王一博而言非常期许了 洛阳是他的家乡 他的出演必然是一个活字招牌 其次好事之二 这就是街五四即将开路 王队长回归 我们不知道为何优酷一直在打什么牌 但是这就是街五 无疑王一博是准备回归了 节目组完全可以光明正大一点 何必为了热度 这波操作呢 干脆直接一点不好吗 最后 好事之三 新代言即将上线 生气啵啵 让你播一口 说到底 让人嫉妒的不是王一博到底有多忙 而是他逆天的资源 让人望尘莫及 他庞大的饭圈号召力 从来都不是随便说说的 这次官宣的新代言 多少人因为名字 就提前柠檬酸了 无需解释过多 毕竟你们根本不打算听 纯属就是羡慕极度而已 结尾术语 他都忙成狗了 哪有功夫看你们撕扯 各种物料事出前 总会被蹭上一波热度 叫做死人的线 老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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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官宣的 我大概说 我可能不打算听 店